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曾遇到过下水道被堵塞的情况 但肯定没遇到过堵塞下水道的不是垃圾 而是成堆的人肉与骨头 1983年,英国一家负责下水道公司的员工迈克尔·卡特兰 接到了克兰里花园一名租户尼尔森的电话 说自家下水道堵了 当迈克尔到达现场打开排水盖准备如往常一样清理垃圾的时候 发现今天的垃圾有点不同寻常 并不是生活垃圾 而是一堆堆的碎肉和许多小骨头 此时那名打电话的租户尼尔森开玩笑的对迈克尔说道 这肯定是哪位邻居在出煤吃完的肯德基炸鸡 由于此时天色已晚 黑灯吓唬的也看不太清楚 于是迈克尔回去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自己的主管 两人约定次日上午一起去清理 可当第二天二人来到克兰里花园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排水沟里的碎肉与骨头已经没了 显然是已经被人打扫过了 这引起了迈克尔的怀疑 昨天他就怀疑这堆肉和骨头有问题 因为那些骨头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寄骨头 反而更像是人的手骨 于是迈克尔报了警 警方到达现场后开始在排水沟附近仔细地搜查 最终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些碎肉与骨头 随后将其送到了霍恩西的太平间 在经过鉴定后 病理学家大卫鲍文给出了结论 这些骨头与碎肉都是人的 而且其中一块碎肉上含有着明显的泪痕 于是警方开始顺着管道排查 发现源头正是那名打电话说管道堵塞的尼尔森家里 当天下午 三名警察一直蹲守在尼尔森的家门口 当尼尔森下班回到家后 三名警察以了解管道堵塞为由跟随尼尔森进了家中 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腐肉臭味 此时尼尔森问警察为何对自己家的管道这么感兴趣 在得知堵塞管道的是人肉和人骨时 他露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说道 太可怕了 其中一名警察结衣怒斥道 别装了 身体其他部分在哪 没想到尼尔森很平静地说道 在屋子的两个衣柜里都用塑料袋装着 警察刚走到衣柜前 那股腐肉的臭味愈发浓郁起来 于是他们没有打开柜子 而是再次追问尼尔森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尸体残骸 尼尔森想了想对着三人道 说来话长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切 但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警察局里 在前往警局的路上 尼尔森被问到 公寓里的遗体是属于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时候 他沉默了 盯着窗外片刻后 他才缓缓地开口道 从1978年到现在 总共15 也可能是16个 当晚 警察前往尼尔森的家中 将藏在衣柜里 装着尸体残骸的塑料袋 带到了霍恩西的太平间 总共有三个 第一个袋子里 是两具被解剖过的躯干 第二个袋子里 装着各种内脏 第三个袋子里 则装着一个几乎没肉的头骨 以及一个腐烂的头颅 和一具有胳膊没手的身体残骸 这两个头都有被煮过的痕迹 第二天 尼尔森在面对审讯时 又说出在自家的茶柜以及浴室抽屉里 含有很多尸体残骸 后又跟随警方到达现场进行指认 同一天 《每日警报》刊登出了警察 在克兰里花园搜寻尸体残骸的消息 这一消息 瞬间引爆了全国媒体们的热情 纷纷开始发报 仅一天 尼尔森的底裤被扒了个底朝天 亲生母亲的照片也被扒了出来 作为头条发表 尼尔森的同事们看到报纸后 纷纷感到难以置信 因为平日里的尼尔森为人平和 不曾与人争执 也不爱出什么风头 虽说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但谁也没有想到 他竟犯下如此血腥恐怖的大案 且如此的变态 炼尸 烹尸 碎尸 而这扭曲的心理 在他的童年就已经初见端倪 1945年11月23日 尼尔森出生在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弗雷泽堡 家中有三个孩子 他排行老二 上有一个哥哥 下有一个妹妹 父亲名为奥拉夫尼尔森 母亲名为伊丽莎白杜西 奥拉夫曾经是一名挪威士兵 在德国占领挪威后的1940年 他作为挪威自由军来到了苏格兰 在这儿与伊丽莎白一见钟情后 于1942年结婚了 但两人的婚姻关系并不和睦 奥拉夫一心就想打仗 极少数的陪伴伊丽莎白 也只是为了繁衍后代 在婚后的第六年 伊丽莎白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也就是在此时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婚结得着实有些草率 人都见不着几面 却一直在生孩子 于是就跟奥拉夫离婚了 三个孩子 奥拉夫一个没要 都跟着伊丽莎白住在父母家 所以三个孩子的童年 并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存在 全而代之的是外祖父 尤其是尼尔森 与外祖父的关系最好 他曾自述称 小时候坐在外祖父的肩膀上 是这辈子最满足的事情 外祖父是自己的英雄和保护者 所以对他很是依赖 尼尔森的外祖父是位渔夫 每次出海捕鱼的时候 尼尔森就会一直待在岸边 望着远方 等待着自己英雄的回归 1951年10月31日 尼尔森的外祖父 在一次捕鱼的时候 突发心脏病在船上去世 后来尼尔森的母亲哭着问他 想不想最后再见一眼外祖父 尼尔森同意了 母亲将他带到了外祖父的关前 尼尔森呆呆地望着遗体 听着母亲说着外祖父睡着了 等话语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从那之后 尼尔森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整日站在岸边 看着来往的渔船 1954年 尼尔森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跌进了海里 在经过一阵惊慌失措的挣扎后 窒息的他突然出现了幻觉 外祖父来救他了 于是停止了挣扎 他确实被救了 但不是外祖父 而是附近玩耍的男孩 这事过后没多久 母亲伊丽莎白 嫁给了一位建筑商 安德鲁斯科特 一家人搬到了附近的施特里姓村 后来又添了一个孩子 在尼尔森青春期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对异性 几乎没什么兴趣 反而对同性兴趣更大一些 这让他感到困惑和羞愧 但很快他就将这一切 归为对妹妹的关爱上 因为他发现 自己喜欢的那些同性 长得都跟自己妹妹 有点相似的地方 于是开始趁家里没人的时候 猥亵自己的妹妹 到了后来 他发现对同性的渴望 并不仅仅是自己妹妹的缘故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 趁着哥哥睡着的时候 偷偷摸他身子 这一摸给哥哥摸醒了 尼尔森哥哥开始怀疑 自己弟弟是个同性恋 后来在公开场合 辱骂他为母鸡 除此之外 尼尔森跟继父关系也不太好 因为家庭条件虽说还算可以 但跟身边人一比 又显得很穷 所以尼尔森有些自卑 后来甚至发展为 对父母的怨恨 这个时期的他也是极为矛盾的 他一边尊重父母 为抚养他们所做的努力 又一边怨恨他们没有努力 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尼尔森14岁那年 他选择加入了陆军学员部队 在他看来 当兵是他唯一能摆脱现状的途径 1961年9月 在经过三年的学习后 他开始在奥尔德肖特 参加吹士班培训 这个时期 尼尔森潜在的感情开始激荡 但他依然没有给任何人 说过自己的兴趣向 他也从来没有 跟自己的战友们一起洗澡 害怕控制不住弟弟的想法 所以在肖特的三年里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独自洗澡 这也给他提供了 跟弟弟交流感情的绝佳时机 1964年中旬 尼尔森通过了吹士班的考试 被正式地分配到了 位于西德奥斯纳布旅客的 皇家碎发枪团第一营 成为了一名二等兵 在这儿 他开始钓鱼执法 总是忽悠着战友们喝酒 但他酒量极好 每次都是把战友灌醉后 自己开始装醉 期待战友酒后 对他做出一些什么过分的举动 但他一直没能如愿 1967年 尼尔森又被调到了亚丁州 在曼苏拉监狱担任厨师 在这儿 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这下他能更方便地 跟弟弟交流感情了 他在房间里放了一面镜子 然后对着镜子 开始管道疏通 让自己的头处于镜子之外 这下在视觉上 能分裂出两个人 尼尔森同时进行幻想 十而霸道 十而娇羞 他最喜欢幻想的场景灵感 来源于美杜莎之法 角色自由切换 1969年 尼尔森去了西柏林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尼尔森不知是处于什么心理 或许是正名 或许是扭转 总之 他有了第一次与异性的性生活 他找了个小姐 此事过后 尼尔森大肆地对战友们吹嘘炫耀 但后来又表示 跟女人在一起过于无趣 1972年10月 尼尔森以下室身份退役 他回到了家里 开始考虑未来要做些什么 而尼尔森的母亲 则对他的未来职业不感兴趣 多次催促他抓紧结婚 才是正事 后来有一次 尼尔森跟哥哥嫂嫂 还有另外一对夫妻 一起看了一部 关于男同性恋的纪录片 两对夫妻都对男同性恋 展开了批判 而尼尔森则舌战双夫妇 最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尼尔森的哥哥告诉了母亲 尼尔森是个同性恋 从这之后 尼尔森和哥哥断绝了关系 并搬离了家里 往后余生 跟父母和妹妹 也只是保持些书面联系 1973年4月 尼尔森去威尔斯登格林 当上了警察 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但在这一时期 他也是矛盾的 白天当警察 惩恶扬扬善 晚上去同性恋酒吧 肆意跟人交往 他称这种行为 只是寻找持久关系的一种方式 在这寻找的过程中 他只会将身体借给别人 以此来寻求内心的平静 但这套说辞 或许可以说服别人 却无法说服他自己 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环过后 尼尔森觉得 自己的职业 跟个人生活方式不符 他有了辞职的念头 同年8月 尼尔森的亲生父亲去世 就是那个挪威自由兵奥拉夫 他给三个孩子 分别留了1000英镑 这下 尼尔森辞职的念头 愈演愈烈 头年12月 尼尔森从警察局辞职 一直到第二年 1974年5月 尼尔森一直在当保安 但他觉得这个工作不够稳定 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于是潜心学习 当上了公务员 被分配到了 伦敦丹麦街的一家就业中心 负责给一些水平 比较差的人找工作 1975年11月 尼尔森在一家酒吧外 遇到了一名叫 大卫家里上的20岁男子 当时的大卫 正在被两名男子威胁 尼尔森帮助了 大卫解围 随后带着他 去了自己租的房子里 两人彻夜对隐常谈 相见恨晚 而且大卫也是一名同性恋 刚搬到伦敦 还没地方住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确认了关系 决定以后一起住 第二天 尼尔森拿着亲生父亲 给的遗产 出去找大房子 几天后 两人搬到了 梅尔罗斯大道195号 尼尔森还给房东 加了个条件 拥有房子后面 花园的独家使用权 房东一寻思 反正也没人用 你用就用呗 不过得加钱 再搬进去后 尼尔森与大卫两人 直呼上当 这房子也太破旧了 于是两人 用了小半年的时间 重新开始翻修 大部分工作 都是大卫负责的 因为尼尔森觉得 大卫这个人 没什么野心 就适合在家操持家务 索性就由他主外 大卫主内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的 在翻修房子中过去了 后来房子修好了 两人的关系 却出现了缝隙 他们开始分床而居 并且都跟比赛一样 开始带各自的临时伴侣回家 1977年5月 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 大卫被尼尔森赶出了家门 后来大卫说 当初是自己主动选择 结束了这段感情 是他甩了尼尔森 在分手后 尼尔森又与多位年轻小伙 建立了关系 但都很短暂 基本上没有超过一个月的 于是尼尔森将更多的精力 与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开始了疯狂内卷模式 经常自愿加班 而且月月满琴 同时都说他肯定是个孤独的人 尼尔森确实是个孤独的人 在无数个孤独的夜中 他的思想逐渐变得扭曲且极端 他要给自己找个室友 1978年12月30日 尼尔森邀请了一名14岁的男孩 斯蒂芬·弗尔摩斯来家里喝酒听音乐 弗尔摩斯说他17岁 当晚两人喝得鸣顶大醉后才睡去 第二天一早 尼尔森先醒了过来 看着身旁熟睡的弗尔摩斯 尼尔森清楚 当这个男孩醒来的时候 就是离开自己的时候 于是决定 不管对方愿不愿意 都要留下来陪自己 他坐在弗尔摩斯的身上 用领带勒死了他 然后把弗尔摩斯的尸体 放在装满水的桶里开始清洗 清洗完毕后 又将尸体放在床上开始抚摸 同时对着尸体开始进行管道疏通 平日里 他把尸体藏在地板下面 时不时的拿出来欣赏一番 并进行管道疏通一下 一直过了大半年 到了1979年8月11日 可能是气味太难闻了 也可能是尼尔森腻了 他在后院花园里 把弗尔摩斯的尸体给烧了 此时他被任命为 就业中心的代理经理 同年10月11日 尼尔森又企图谋杀一名 叫安德鲁河的香港学生 在将其邀请到公寓后 开始勒他的脖子 尼尔森以为对方已经死了 可没想到 对方只是被勒晕了过去 一个没注意被安德鲁给跑了 然后还报了警 可是当警方找到尼尔森问话后 安德鲁又说不起诉他了 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两个月后 也就是12月3日 尼尔森又盯上了 来探亲的23岁加拿大学生 肯尼斯·奥肯登 他以带着肯尼斯参观伦敦地标为由 将其带回了自己家 在肯尼斯听歌的时候 用他的耳机线勒死了他 随后还给自己倒了半杯朗姆酒 坐在肯尼斯的旁边 边喝酒 边用那个勒死人的耳机听歌 第二天 他又专门去买了个保利来相机 把肯尼斯的尸体清洗干净后 放在床上开始拍照 摆了各种姿势 然后坐在尸体旁边吃饭看电视 睡觉的时候 再用塑料把尸体包起来 藏在地板下面 接下来的两周里 他共将尸体搬出来了四次 要么放在床上 要么让尸体坐在椅子上 而他总在尸体旁吃饭看电视 1980年5月17日 尼尔森又将一名16岁的学生 马丁·达菲忽悠到了家里 在马丁睡着后 尼尔森坐在他的身上 用绳子在脖子处打了个结 然后大力收紧 在马丁昏迷过去后 尼尔森又抱着马丁到了厨房 在水槽里溺死了他 随后如之前一样 清洗尸体后放在床上 开始对着尸体进行管道疏通 还不断地赞美亲吻和爱抚 这种行为一共持续了两天 后来尼尔森发现 尸体腹部有些发症 便将其封在了地板下 从这次之后 尼尔森开始变得试杀 仅半年时间 尼尔森就杀害了五名受害者 而在这五人中 唯一身份明确的是 26岁的威廉·萨瑟兰 其余四人的身份 尼尔森已经记不清了 他把所有的尸体 统统塞进了地板下 时间一长 地板下堆积的尸体 开始腐烂变臭 苍蝇借着这个机会 也开始繁衍后代 那个场面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脑补一下 尼尔森在地板下 放置了大量的除臭剂 而且早晚各一次的喷杀虫剂 但并没有什么用 1980年年底 尼尔森把这多具尸体 全部解剖了 然后拉到后面的花园里 开始焚烧 为了避免被人闻到 尸体燃烧的味道 他还拿了一个旧轮胎 扔在火堆上一起烧 这时邻居家的三个孩子 站在自家的院子里 看着这个正在燃烧的特殊火堆 尼尔森此刻 看着这三个孩子 却在幻想 如果他们三个过来 陪着自己一起 围着火堆跳舞就好了 当火焰熄灭后 尼尔森用耙子扒拉着鱼筋 发现还有几块骨头 能看出形状 就拿起耙子砸碎了他们 在1981年年初 至1981年9月 尼尔森又杀害了五人 跟上次一样 只有一人的身份清楚 23岁想去住院的 马尔科姆·巴洛 剩下四人都身份不明 在杀死巴洛没几天后 由于尼尔森的房东 想要重新翻修整栋房子 所以让他搬走 1981年10月4日 尼尔森搬走前的最后一夜 他把这五具解剖过的尸体 拉到了后面花园里点燃 跟上次一样 他被别人闻到尸体燃烧后的味道 他也在上面放了一个旧轮胎 第二天 他搬到了克兰里花园23号 住在了阁楼里 他又养了条狗来陪自己 因为他觉得 这样一来 自己没有了院子焚尸 也没有了地板藏尸 同时也有狗陪自己 或许能抑制住自己杀人的冲动 事实证明 这一招确实有用 但有效期有点短 1982年3月 尼尔森诱骗了一名23岁的男子 约翰·豪利特跟他回家 在两人喝多后 约翰睡在了尼尔森的床上 尼尔森坐在床边喝酒 喝着喝着感觉来了 他决定杀了约翰 可没成想 就当他用领带勒住约翰脖子的时候 触发了约翰的反击技能 两人开始了一场殊死搏斗 尼尔森差点被约翰给掐死 最终尼尔森还是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把约翰给勒晕了过去 尼尔森勒了三次都没把他给勒死 于是他在浴缸里放满水 把约翰给溺死了 同年五月 尼尔森又诱骗回来一名21岁的男子 卡尔·斯托托 他顾忌重施 把卡尔淋晕过去后 溺在了浴缸里 这时卡尔醒了过来 把头探出浴缸哀求道 求你了 别这样 尼尔森把卡尔的头又给按了下去 片刻过后 卡尔停止了挣扎 尼尔森将卡尔放在了椅子上 此时他养的狗过来不断地舔卡尔 这时尼尔森发现卡尔竟然还没死 但他并没有继续对卡尔下手 而是将他抱在了床上 当卡尔恢复知觉后 尼尔森拥抱他并对他解释 他在睡觉的时候 被被子拉链勒住了喉咙 自己将他放在浴缸里 是为了救他 后来在卡尔身体恢复好一点后 尼尔森把他载到了附近的一个火车站 并对他说 后会有期 次月 尼尔森正式升任经理 转到了肯特镇的一家就业中心 三个月后 尼尔森把27岁的格雷厄姆艾伦骗回家 勒死后放在了浴缸里 整整放了三天 尼尔森抢了个假 在家里的厨房将艾伦解剖了 他把此前的多具尸体分解后 将内脏与一些碎肉和一些较小的骨头冲入马桶 他觉得处理头部过于麻烦 于是直接将头给煮了一下 把煮完后的碎肉也给倒入了马桶 1983年1月26日 尼尔森杀害了最后一个人 20岁的斯蒂芬·辛克莱 勒死斯蒂芬后 他如往常一样给尸体洗了个澡 并且给尸体涂上了爽身份 还在床的周围放了三面镜子 随后赤身裸体的躺在斯蒂芬的旁边 几小时后 尼尔森将斯蒂芬的头转向他 亲吻其额头并说道 晚安斯蒂芬 1983年2月4日 尼尔森给房东写信投诉 称排水管经常被堵 第二天 尼尔森又请假在家处理斯蒂芬的尸体 再然后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1983年2月11日 尼尔森被正式指控谋杀斯蒂芬 他被转移到了布里克斯顿监狱等待审判 他觉得 在审判到来之前 他是无罪之身 所以当监狱让他换上囚服时 他拒绝了 后来在监狱强制要求他穿囚服时 他选择了不穿任何衣服来与之对抗 由于这种情况 监狱方禁止了他出牢房 同年5月26日 尼尔森在英国中央刑事法院老贝利出审 罪名为六项谋杀罪 以及两项谋杀未遂罪 尼尔森并没有消停 此前在4月21日的时候 他赶走了法院安排给他的律师 罗纳德·莫斯 后来他跟法官投诉 说自己没有律师 于是法官又把莫斯安排给了他 后来到了7月 尼尔森表示要自己给自己辩护 再次赶走了莫斯 但是在8月5日 尼尔森又把莫斯给叫了回来 就在莫斯以为尼尔森这次对他全方位信任 满怀信心准备辩护时 他又被尼尔森赶走了 这次尼尔森找来了另一名律师 拉尔夫·海姆斯 在他的建议下 尼尔森拒不认罪 辩称自己虽然违反了法律 但自己心里有问题 所以不应该承担全部的刑事责任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 控辩双方也由此展开了辩论 同年10月24日 尼尔森在老贝利接受第二次审判 控辩双方的主要争议并不是尼尔森杀没杀人 因为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而是将重心转移到了尼尔森杀人前后的心理 控方律师称 尼尔森神智清醒 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所以是故意杀人 而辩方律师则称 尼尔森心里有病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及想法 所以是过失杀人 同年11月3日 陪审团做出判决 尼尔森被判处终身监禁 但只要服刑25年就可以出狱 尼尔森没有提出上诉 在监狱中 由于尼尔森之前很是配合警方 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出格的行为 所以被划分为A类罪犯 这个评级是指罪犯的危险程度 总共有四个等级 A是最安全 D是最危险 1982年9月 尼尔森被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谋杀的心理采访 他坦率地跟记者讨论自己的罪行 这档节目定于1983年1月19日播出 当时内政部还试图禁止该节目的播出 跟电视台还打了场官司 最后双方各退一步 节目可以播 但得经内政部审核删减 1983年12月 尼尔森被一名叫做阿尔伯特·莫法特的狱友 拿着剃血刀给伤了 面部与胸部受伤严重 共缝了89针 随后尼尔森被多次换监狱 而不管到哪个监狱 尼尔森都不受监狱方的待见 因为他很喜欢投诉 只要监狱有一点不符合他的预期 他就会给内政部和欧洲人权法院投诉 例如自己订阅的同性恋色情杂志 被监狱方撕去了些急漏股的图片 1994年12月 当时的内政大臣迈克尔·霍尔德 修改了尼尔森最低25年刑期的判决 让他的终身监禁变成了真终身监禁 尼尔森对此并无意义 此时的他正在安心写书 在写作的这一时期 他还教了很多笔友 其中最相谈甚欢的是一位叫马克·奥斯汀的编辑 两人加起来共有800多封信 2018年5月10日 尼尔森因腹部主动脉瘤破裂被送往医院 经过两天的抢救后去世 同年6月 尼尔森的尸体被火化 火化现场只有五个人 三个监狱的人 一个笔友·马克 一个点火的人 他的骨灰最后被监狱交给了他的家人 2021年1月21日 在尼尔森的笔友兼知己马克的促进下 鸿门出版社把尼尔森在狱中写的书给出版了 《溺水男孩的历史》 共400页 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生活及犯罪心理和过程 他说自从自己在军队服役开始 就一直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现实与幻想 在与人相处时是现实 独处时 在与尸体相处时是幻想 他可以自由且轻松地来进行两者的切换 纵观尼尔森的一生 似乎一直如此 或许是在小时候溺水的那一刻开始 也或许是在外祖父死后 又或许是从一生下来开始 谁知道呢 基因让枪上膛 心理对准目标 环境扣动扳机 节目最后给大家推荐个英剧 丹斯 就是根据该案改编的 不长就三集 一集四十几分钟 一口气看完就跟看部电影差不多 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